喔!現在只有我們跳嘎堂了 昨天趕路到華蓮市 所以其他地方就沒辦法去了 那我就直接往那個花蓮最北的一個鄉鎮新城出發 那後面呢是電影《聖夏光年海報》拍攝的地點 然後它現在啊前面就是有一個交通罪 其實剛剛還有車子停在前面整個傻眼 我在想說怎麼樣在前面拍照 因為它那個前面幾乎是沒有任何的空間 你一定要在大馬路上面拍照 才要把他拍到那個前面的景象這樣 現在呢來這個嘉興冰果店排隊 裡面的人很多 所以它外面也可以坐 等一下可能外面很快的吃一吃 就往下站出發了吧 然後等一下要往那個新城天主堂走 但是呢先喝一個荊棘檸檬汁 補充體力 可以 可以 好現在來到了這個新城天主堂 它是從一個前面一個新城公園的路進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很美心眼的鳥居 然後這個雖然是鳥居 可是它上面寫天主堂 因為它好像是日治時代啊 就是為了紀念一些抗爭事件的犧牲者吧 然後就是蓋了一個 那個時候蓋了一個神社 可是後來就是這邊又變成一個天主教的信仰 所以為了不要拆掉鳥居 然後又變成天主教 所以就變成這個 天主教會 四個字打在鳥居上面 又是一個很神奇的文化融合 所以鳥居可以跟什麼 土地公一起 也可以跟高雄那個是跟國民黨 變成國民黨建築這樣 好anyway大概就這樣 剛剛發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沿著那個神社這樣一路往前走啊 就走到底之後我沒有看到教堂 我只看到一個聖母像 然後呢我就想說我會不會走錯地方 結果啊我在回頭一看啊其實 他在兩個鳥居的中間 隱藏著這一個船型的天主堂 然後他外面啊整個是綠葉 讓我想到清大物理溪 哈哈 整個都是一個藤蔓建築這樣子 我這個角度 有神社也有天主教堂 這是什麼奇怪的景象 這裡就在新城鄉 他們在那個嘉興冰果室旁邊而已 所以散步過來還蠻不錯的 然後去一家天主教堂 OK 好我現在來到了這個 要走蘇花的最後一個補給站 崇德 然後我在這邊加油 跟旁邊有Seven買點東西 當午餐 我的韓式炸雞又來了 真的很好吃 然後因為是中午嘛 所以還吃了一個 有二二兩鮮酥烤雞三明治 這也是我在Seven的最愛 然後補充碳水 一個小小的三明治 然後今天就要到宜蘭去住宿 所以想要在白天的時候就騎蘇花 感覺比較安全 看到旁邊怎麼都是一堆重機 只有我是騎十幾年的老車 小125 好啦不過應該也沒差 我的小紅 我的愛車是很OK的 所以希望我一路順風囉 那這個點呢 基本上就是 網路上就是說 它是個秘境啦 然後它在哪裡呢 那個海灘在後面 這個就是小坡塊 你要把它翻過去 就是跨越之後呢 就聽說會看到一個還不錯的 小小的海灘這樣子 應該是不錯啦 我猜 好小小的走一段路之後呢 就到了 我覺得 其實很漂亮 就是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蠻大的膠岩 然後把一個 海邊呢 圍成一個小圈圈 是蠻值得來 可是人多的話 其實就不好拍照了 對啊 這裡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要注意一下長退潮的時間 它這邊下面的 腹 包包掉了 它這邊下面的腹地啊 其實並不大 所以如果是長潮時間來的話呢 你可以走的地方 會變得很小 所以盡量是在 退潮的時候來吧 這樣子就是 你邊拍照的時候 它那個海岸線 會稍微下去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裡都是石頭地 所以像我穿拖鞋的話 自己要小心 這大概是我看過 防疫最確實的一個 香光鎖了吧 直接整個封起來 等於它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告示了 但是我想說 會不會現在都已經 七月底 今天到底是幾號 反正就是以為 有機會 但是呢 它現在還是完全封閉 好可惜喔 我有帶泳褲耶 哎呀 想去 感覺裡面很清涼 命 結果我現在在 交溪吃飯 本來要吃一家朋友推薦的叫 熱山溫泉拉麵 但是因為要排隊 所以我實在在對排隊很沒有耐心 尤其是吃東西 所以呢 後來又有一個朋友推薦 李海咖啡 是一家賣日式定食的店 然後呢 價位其實 定不低喔 都要 如果一個定食可能要三四百塊 都有 甚至更貴的都有 對 那反正 之前都一直吃便利商店 這餐對自己好一點好了 其實這餐的價格已經 高於我的那個 今晚的住宿 我今晚住北包客棧 好像 我剛剛看了一下 購達的訂單 才五百塊 這餐超過五百 但是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聽說啊 海鮮非常的有名 有機會來的話呢 可以來吃看看 OK 好我吃到一半了 還是選 要吃給大家看 畢竟呢 都已經花了 就是四五百塊了 對 所以這個魚啊 蛋肉啊真的是 很蠻要彈性的 而且我 它這個分量很多 所以就是 如果你需要很多蛋白吃的話呢 就 非常推薦 它的餐單裡面有可能醬燒跟鹽烤 然後 如果要健康一點的話 像我覺得是鹽烤 沒有辦法對焦 你看它的蔥花 這樣會 看起來很好吃嗎 對 我是覺得魚真的很好吃啦 它的湯的是 有些日式的 香菇豆腐湯 我已經快 快吃完了 我在想說 嗯 好啦還是拍一下好了 如果你喜歡吃海鮮 其實這家好像就是 以海鮮或幽米 你看 這麼大片 而且都沒有魚吃喔 它要幫你處理好了 吃不到喔 餐料 還蠻特別的 它是 荊棘一顆的彼食 因為 這邊好像產荊棘吧 反正就是 這是他們特調的果醬去弄出來的 然後 它最後上了一個 小小可愛的甜點 呃 什麼 紅茶 不知道什麼甜點 我忘記了 它的蛋糕是紅茶 然後裡面不知道 加了什麼料 是不是也是荊棘還是 什麼之類的 大概就這樣 嗯 不錯吃 但是 我的食物真的還好 嗯 好啦 就這樣吧 吃完了 慢生活 它是個 VLOCK站 但是呢 它卻有溫泉 所以就是 小自旅行的話 很適合 或者一個人 出來玩的話 你又想 泡泡溫泉 可是你不想住 溫泉旅館 那你就可以 來像這種地方 我現在在這個 他們的 算是交椅廳啦 背包客站 都有這種地方 蠻漂亮的 有吉他 然後 竟然還有 啞鈴 誰會這個時候使用啞鈴呢 我是不想啦 廚房的話 是一定有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泡溫泉 連攝培錶 攝培錶也有 可是好像是要投幣似的啦 我現在坐的地方啊 就是 他們的一個 沙發區 我覺得超棒的 而且又很大 就是你可以 在某一個 起板格裡面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它的溫泉是 公共的啦 你找不到時間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一個人 自己去 也不會有其他人去干擾這樣 我覺得 只會飄家 因為才五百人 好像五百出吧 我今天晚上住的是 八人床的 一個床位這樣 呵呵呵 小朋友很可愛 嬌溪 慢生活喔 可以 這裡是 飛翁客森的 福利卡 它是公共浴室 但是現在沒有人 我偷偷帶手機進來 好啦 等一下有人的話 我立刻 手機就關掉了 很舒服的感覺 喔 我現在已經有 吊嘎了 對 對 真的好舒服喔 我覺得 來交際就是 一定要好感覺 我現在是獨享 獨享這個水器 爽喔 好 好啦 那就 繼續泡我的溫泉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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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